界面团境里的冲锋枪你真的会用吗? 在界面团境里冲锋枪是非常强势的 今天带来界面团境冲锋枪实战教学 用冲锋枪首先要遵守一个原则 别在空旷的地方和敌人打中原战 你要记住你的优势只有近战 所以开局一定要找好房子等等掩体 也别盲目冲锋,先观察情况 看这里右边有个敌人过去了 这种距离就别开近了,直接腰射,是很精准的 可惜的是被队友给收了 再蹲一会儿,发现没敌人敢来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冲了 毕竟冲锋枪进展优势是非常大的 看到直接就打,用冲锋枪也没有什么要加枪的 换第二把枪直接补掉 剩下的一个敌人不可能在前面了 只可能在他们家附近 看,躲在树后面 别急着打,等他完全暴露再打 这时候就要开近了 保证又快又精准的击杀 还要记住,每个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刚才开局往右边冲的人 这局大概率还要来 我们就在这边等他 OK,直接打 敌人已经被我们吓住了 这时候就可以直接冲了 看见了人影在动 别犹豫,直接要射开枪 还有最后一个 又在树后面 这时候就别硬冲了 直接扔手雷 赶出来就被枪收掉 不出来就被炸死 最终他选择了被炸死 好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思路 你们学会了吗